尿灵少女嫁给半步走进棺材的老头子 却不是为了继承死后的财产 而是帮富好老头 测试那些个亲儿女们 到底是真心想孝顺自己 还是为了自己死后那大把的财产 而作为演员新娘的王云 每届一次工作都能捞上不少的好处 而她不止自己一人形片 连带着自己的儿子和舔狗 都是形片的高手 儿子杰森由于长得好看 靠着外形游走于各大富婆之间 玩牌扑克一样不落 甚至有时还会出卖身体 进行一些肢体接触 好看的外表加上拿捏富婆心态的话术 直接让这群见多识广的富婆们掏心掏肺 而一直舔着王云的卷毛阿华 则是一家人中片数最低级的 一个电脑一个马桶圈 成就了她比较保守的片数 那就是帮助一些底层妇女 去拍一拍出国飞机照片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一家人的事业也蒸蒸日上 可是最年轻的杰森 却厌倦了现在这种糜烂的生活 她想金盆洗手 去做一个有报复的新青年 可是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 要想安稳地活着就必须吃饭 而想吃饭就离不开自己手艺 而多年来的行骗经历 让王云也厌倦了行走法律边缘的生活 于是决定干一票大的之后 就彻底退圈 而作为最后的目标 则是一位出席在旧金山 举办全球陶瓷大会的客人 那位来自台湾省客家族的女富豪黄淑梅 作为当地陶瓷企业龙头家族的掌权人 黄淑梅的上位史也很心酸 原本家族领导者应该是她的儿子 可是大儿子却因为不想继承家产 一直躲在美国搞艺术 后来还是黄淑梅使了婚招 把儿子骗了回来 却不想发现真相的儿子庄成兴 一路之下离家出走 意外遭遇车祸身亡 家族祖训传男不传女 但是又不能让旁知的叔公们上台 所以黄淑梅顶着丧子的悲痛 和巨大的压力 以女人的身份登上了家族领导者的位置 而庄成兴生前唯一的遗物 是一个画着月亮图案的瓷碗 这碗正好就在王云手里 所以他们猜测 只要黄淑梅在拍卖会上看到这支碗 一定会花大价钱买下来 而眼下怎么把碗放到展会上 就成了一个难题 于是舔狗阿华 找到一个热爱中国珍珠奶茶的朋友 赤巨资打造了一个珍珠奶茶派对 之后托这个朋友 把陶瓷月亮碗送进了展会 接下来就是一家三口的表演时间 第一步就是让黄淑梅知道 杰森是他的孙子 是庄成兴唯一的儿子 而黄淑梅在展会上看到月亮碗 果然触动了情长 而作戏作全套 王云让儿子杰森在解说时 用上妆成兴之前的话语 果然在这几个buff加持下 黄淑梅瞬间破防 而杰森也成功把自己的形象 烙印进黄淑梅的脑海 接着便是拍卖环节 王云装扮成商业精英 在拍卖会上不断加价 最后这个普通的月亮碗 以一百万美金的天价成交 拿下了儿子的遗物 接下来就是要去看看自己的孙子 可到底是当家做主了很久的女人 自然不可能因为一时的触动 就做了糊涂的主意 于是他决定要先策策 杰森到底是不是自己庄家的人 而王云就好像提前预知了一样 那表演浑然天成 把一个不贪图富贵的伟大母亲形象 刻画的入目三分 说着自己独自生下杰森 但又怕被人说贪图富贵 所以这么多年来 自己一直一个人把孩子拉着打 直到如今杰森成绩优异 但是自己却没有前功对方读书 所以才会把自己丈夫的遗物拿出来拍卖 来供自己的孩子上学 王云的环节结束 接下来就是杰森的show time 他先是拉着黄淑梅的双手 诉说着这几年来自己的对亲情的渴望 而王云看到时机成熟 是时候下一个猛要了 于是说自己不会要你们的钱 而这个月亮晚本就是你儿子的物品 还给他的母亲天经地义 这招以退为进果然很有效果 就在三人即将走出会客厅时 黄淑梅出言挽留 并诚挚地邀请他们三人 去台湾过年 而三人压制住内心的窃喜 表面波澜不惊地硬撑下来 而这也正是王云对杰森说的 放长线钓大鱼 100万美金和蔚来庄家长孙的位置相比 还是太过单薄 于是怀揣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的贪心 一家三口坐上了去往台湾的飞机 宽阔的私人飞机 和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奢侈用品 小小的一架飞机 就迷住了两个男人的心 而黄淑梅也不是无敌放食 来接走可能是自己亲孙子的男孩 为的就是让他们一家三人 来对付对自己那虎视眈眈的董事会 而杰森一进来 首先看到大门口正对的家族谱 其中有黄淑梅和他的两个女儿 以及庞芝的两位叔公 而大家族自然少不了明真暗斗 于是他们刚来的第一顿团圆饭 就被对方下了一个下马威 就在阿华吃着美味的螃蟹时 黄淑梅的大女儿就阴阳怪气地说 吃饭呢要一碗就口 只有狗才会趴着吃 这让吃着尽兴的阿华突然慢了下来 而游走在傅太太圈子里的杰森 嘴上的技巧可不输任何人 于是把自己对陶瓷的理解 洋洋洒洒地铺成华丽的文章 听得大女儿家的草包儿子一愣一愣的 这些当然不是杰森的本事 而是出发前死鸡硬背下来的文章 看着饭桌上气氛逐渐沉宁 黄淑梅立刻叫厨师上水饺 这是客家族的传统 整整一百个水饺寓意十全十美 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带铜币的饺子 称作扶饺 谁要能吃到它 就能获得黄淑梅包的超大红包 而最终这枚铜钱则落在了王云的嘴中 这让大女儿很不自在 因为性别原因 她的能力和财力被所有人忽视 让她与最高位置无缘 所以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傻大身上 为了得到一个儿子 这位大姑子可是远赴国外 打了近乎一年的排卵针 可是生下来的儿子却谋略不足 天真有余 他不想去掺和弯弯绕绕 所以对杰森这个后来者很是友好 二人很快就打成了一片 杰森也很喜欢这个无忧无虑的二世祖 而杰森来到祖宅的第二天 那个贪心不足的二叔公就找上门来 想着把祖宅变卖 自己好拿着钱去挥霍 二叔公也充分把一个 无能又自大的大男子主义凸显的淋漓尽致 他讨厌黄淑梅的能力 但是又不把他这些外姓女子放在眼里 每一句话都凸显着自己的无能 听着如家巧一般吵闹的男人 杰森实在听不下去 耍了二叔公一通 而另一边王云也没有闲着去做过太太 反而接近管家 偶然间发现 他们居然想拿着杰森的DNA去做比对 不过对此 王云却没有一点担心 反而信誓旦旦的说 只要见过大少爷的人 就不会怀疑杰森是他孩子的可能性 因为二人几乎就是一个母子里面刻出来的 而管家听完王云这番言论 也是逐渐回忆起大少爷的模样 所以他暂时把艳DNA的事情往后推 与此同时 黄叔没开始准备训练杰森 可是却不想 一开始的杰森还好好地学着致辞 可是没过两天 不仅自己不学了 还把二世祖成宗一起带歪 让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那就是成为最特立独行的大厨 而为了向当家者展示自己的成果 杰森甚至还配合着成宗 一起举办了什么珍珠宴 顾名思义 就是把其他菜品上的辅料全部换成珍珠 什么肉羹披萨 甚至通心粉和炒饭 配料通通换成了珍珠 这让黄叔没差点一口老气没喘上来 而随着杰森一家人的到来 原本为了家产而争的死气沉沉的家族 突然好像有了活力 还没等杰森开心几天 庄家人就以为检查身体为由 带走了杰森满满一管血 不过王云却丝毫不担心 因为杰森确实是大少爷的儿子 而另一边无忧无虑的杰森 偶然发现黄叔没好像有老年痴呆的倾向 于是不忍心欺骗这个慈祥的老太太 而王云之所以来这一趟 也是希望杰森能够生活得更开心 既然儿子不愿意 作为母亲就帮他过得自由自在 于是当晚 王云和黄叔没婆媳之间 进行了一整晚的对话 然后第二天 王云带着阿华和杰森告别 而由于黄叔没病情加重 杰森作为唯一能够开解她的人 自然不能离开 而她也看明白 二叔公不是一个当家的料 为了守住这个慈祥老太太的家业 杰森决定去争一争 于是四处拉着选票 可是情况却不容乐观 在忐忑的心情中 董事会如期召开 尽管杰森一再拖延 可是时间依旧一点一点溜走 这时就在二叔公准备宣布 自己当家做主时 离开的王云却带着 三叔公和陈叔没赶到现场 原来他们并没有离开 而是决定合力演绎出戏 让更有能力的人 担任庄家的掌权人 而这个有能力的自然 就是黄叔没的大女儿 一生的夙愿得偿 三叔公也被王云说服 把选票投给了大女儿 这让大姑姑喜极而泣 而原本应该团圆的结局 却被推迟 只见王云递过来一份出生证明 他告诉杰森 他确实是庄家大少爷的儿子 但是却不是他王云的孩子 原来就在他和大少爷相识之前 对方就已经有了一个孩子 正是杰森 而在大少爷出事后 王云无怨无悔地抚养着 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长大 而为了让对方安稳地享受 庄家大少爷的身份 故作狠心地拿着一大落钞票 说着自己以后和他再也没有关系 你就对自己死心吧 而离开前云淡风轻的王云 回到家瞬间眼眶被泪水浸满 而就在这时 开门声响起 原来是杰森从台湾折回了旧金山 在他心里 只有王云才是自己的母亲 母子二人把心事说开重归于好 而病情得以缓和的黄叔妹 也会带着一家子来到王云的家串门 几家人终于和和美美 团圆在一起和和气气 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但是他们比任何一个家庭都要幸福 以后